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简约构图法 还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 我提供给同学们了一个十大构图法则 然后有很多同学会陷入混乱 在用的时候就会乱搭 然后画出来的构图呢还是很丑,不是很好看 而且借鉴于大家现在对复杂的画面把控还不是特别好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是以出作品为宗旨的话 肯定是需要扬长臂短 不把自己的弱点展示出来 所以咱们这个简约构图法呢 需要大家一定务必掌握并且仔细理解每一种方式啊 每一种方式呢就是只有一个用法单独出现 不要跟其他的搞混了 首先呢我们先来总体的说一下 就是咱们前几周其实都在画单个的元素 还没有涉及到整张的画面 现在我们整张画面里出现了好多个元素 之前我也说过我们要聚龙摆放都放在画面的最中间 就有的同学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很听话 上面先放上标题 然后底下呢ABCD堆在中间 但是他在放置的过程中呢 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没有什么关联啊 就是都是分区块的 就好像A有毒一样啊 BCD都不敢跟他沾边 就比如说A中间是一个小人物小形象 旁边这个E的部分画了几个伏带啊 这个伏带呢就是跟这个人物是丝毫没有沾边的啊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点缀都漫天乱飞 就每个物体其实是摆平了展开放在面前 其实这样不太好看 建议大家把元素的摆放呢 让它呈现一个聚龙并且有前后遮挡关系的样子 比如说这个图还是ABCDE五个物体 咱们把A放在中间 然后不那么重要的可以放在A的后面啊 比如说这个B和C 然后当然A前面的角落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放一些这个不那么重要的点缀 比如说D和E 也就是说我们要进行适当的前后遮挡 这样他们才能凑在一起 才像是一个整体一个体系的画面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开播吧 法律人它里面有十几个元素吧 如果说都像之前这种每个元素不沾边 那这幅画肯定会非常的散乱啊 所谓的聚龙摆放就是要把它堆在一起 而不是像这样散在一起 希望大家理解啊 这个适当前后遮挡的意思 让自己画面当中的元素呢 联系的更加紧密一些 然后我们接下来所讲到的 所有的构图法则 都是总体的遵循这个规律的 就是我们的主体物呢 能靠近点就靠近点啊 能能有这个前后遮挡 就不要给它乱散啊 然后我们再主要的说一说 我们萌新的构图法啊 这个构图法其实还是根据大家的这个能力 以及透视基础来定的 咱们就分为无透视的构图法 和一点透视的构图法 觉得自己透视学的好啊 就学的无敌好的同学啊 你愿意为了你的这个一点透视的画面 多去找参考 去摆一摆的这个同学呢 咱们就可以选择一点透视 其余的同学全部都要选无透视的画法 因为我们现在要快速的出图啊 没有时间去帮你解决这些 要慢慢长时间去提高的问题 咱们就是效率至上 那我们先来看力图 这几张呢都是知乎的海报 知乎的插画其实算是无透视构图的大户啊 因为这种构图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效率非常高 就是把需要的元素放在画面啊 然后放在中间堆起来就可以了 为了不画透视呢 所以每个人物形象都没有画脚 因为没有脚就可以 这个不用画地面啊 就没有所谓的透视 咱们正常画就可以了 所以呢他们会采用一些形状啊 一些这个框框 一些小形状呢去遮挡起来 这个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了 总结下来呢 就是我们要把需要的元素堆在中间 不管是画什么样的形状 其实都会有一些小元素 你看去冲破这个 我们画出来的这个形状 你看每一个这个框框 它都不是不是说 我就是单纯的一个书 哎我有一个小气泡框 我会冲出它啊 我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圆形 我这个灯笼还有云彩啊 还有这个雪地都会把这个圆形给破开啊 就是一个破形状的方式啊 然后这个口罩啊 或者药片啊 都会要么就是遮挡住 要么就是冲破这个 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形状 这样才舒适啊 因为过于整齐显呆板嘛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去进行一个小小的冲破 而不是说让这个圆形 同圆形都以一个非常单一的形状出现在这里 所以也建议大家多画一点元素啊 去冲破你自己的中心形状 去刻意的去冲破啊 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形状 也可以是像这种不太规则的图形 也可以是纯圆形 或者是三角形啊 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法律人 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三角形的构图的啊 或者说我们之前讲到的拟物轮廓 像是这本书这样 甲方的产品是什么形状 我们就可以把它套在一个什么样的形状里面 更加贴合产品的主题 然后我们在这张资料里面呢 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版式参考 大家点开来以后呢 其实都是一些圆形啊 或者是这种菱形啊 或者这种形状啊 就是奇奇怪怪的一些 但是又很规则的形状的一些版式的参考 比如说这个 他就画了很多的 比如说这个祥云啊 灯笼啊 花朵啊 去冲破这个圆形 然后我们把主体物呢 再放到这个圆形里面 大家可以去随意的去替换这些形状 这个只是一个给大家提供的一个版式的参考啊 但是呢 我们可以参照他们的版式 我们自己去上色的时候呢 还是按照自己的形式去上色啊 因为他这个画出来以后 你完全按照他的去画的话 而且还画的没有人家好 就因为这些是一些 可以说是一些平面设计的作品 它并不是很值钱 那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 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值钱的画作 所以我们要再多花一些心思 用到我们超级借鉴法 但是版式和基础型呢 咱们可以参考这一些案例里面提供的形式 希望大家理解我刚刚说的这个意思 接下来无透式的画法呢 还有这样的形式 这种画面 我觉得比较前面那种 会更加的饱满一些 复杂度也稍微高一些啊 主要是会区分前景中景和背景啊 就是前景就是前面的遮挡物啊 或者是礼物啊 这个植物啊 对吧 云啊 还有这种 有一点弧线的这种形状 那你想把什么物体放在前面 其实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自己去思考 然后它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遮挡中心物体的这个双腿啊 遮住双腿以后就不用思考地面的透视 这样更简单 然后咱们中景呢 就画这个主体人物 或者是主体的形象 有的同学会画一个舞狮 在这儿乱跳啊 开开心心的 在这儿舞动 那咱们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给它尽量的撑大一点 这样就会让我们的主体 显得比较的饱满 当然还是不要忘记 去留出文字的部 文字的位置啊 就是文字 咱们还得给它留点空白 然后背景呢 咱们可以画简单的天空 或者是画一些室内的东西 比如说你后面放个壁橱啊 画个窗户 挂个窗帘啊 好体现这个人物是在家里的这种感觉 或者是像这个 一看就明显的画了一个黑白啊 然后呢也可以画一点 一些开阔类的一些物体 比如说这个城市啊 大山啊 总之后面的背景 它也是没有透视的 就算是一些自然景象啊 全部都是远景 都是平视的样子 那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无透视的画法呢 是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中心构图 用这种构图呢 其实我们画面的四角啊 一般来讲是比较空的 如果你实在觉得空的话 也可以做一些这种简单的点缀 就是背景还是整体处于一个蓝色 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些好看的流线形 或者这种直线形啊 或者是一些暗纹 就是让它变得简约而不简单啊 然后呢 或者是加一些这种星星啊 或者是这种不起眼的点缀 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像这个 我觉得这个构图就已经是极限了 比这个再乱一点 可能就不好看了 像这种点缀式的这种饭菜呢 我觉得可以把它的饱和度啊 就是对比度呢 稍微降一降啊 就是吸取一下背景的这个橙色 给它直接用渲染笔刷 给它涂几下 让它不要那么的明显 但是能看出来 这里有一个东西就足够了啊 希望大家理解 像这种 这种物体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就是它 一看就是背景 中间这个一看就是主体物嘛 嗯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中心构图采用的画面的整体的形状呢 建议是圆形 三角形和拟物轮廓 因为圆形它可以代表团圆 团结 就这种意思 你写创意阐述的时候 比较好去套含义 然后三角形呢 是比较稳定啊 比较坚固 然后拟物轮廓呢 又是直接跟商家相关的内容 所以前三个形式是最最推荐的 然后这个不规则形状呢 就是我们的最后选择 能选前三种 就选前三种 那我也建议大家 你就直接选一种就好了 有的同学画面里又想体现圆形构图 又想体现这个三角形 又想拟物 画着画着自己就会乱掉 之前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所以提醒大家啊 这几个任选其一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是这个饱满式的构图 就类似于这种 整个画面看上去撑的比较饱满啊 特别是底下 因为我们要有前景物去做遮挡 所以画面会显得比中心构图呢 要丰富 要复杂一点点 咱们饱满构图的画法 其实一共是分三层的 第一层就是前景 这些就是为了遮挡住人物的角而产生的 然后这个前景物的遮挡 如果说你画的是植物啊 礼物啊 云啊 这些不规则的物体的话 我们记得要呈现一个凹字形 这个凹字形呢 不用对称 但是就是两边稍微高一点 中间稍微低一点这种感觉啊 然后呢 我们在画植物的时候也有讲过 其实其他插画师在处理这一部分的时候 也是会刻意的不会去处理成左右对称的样子 这些我们都可以拿来借鉴 然后中景呢 就是我们要画的这个主体物 你往漂亮去画就可以了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啊 用活用我们的超级借鉴法 背景呢 是室内室外均可 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 如果说你选的是饱满构图 那就不要再去思考中心构图的事情了 就是我们只认准一个模板去套用 千万不要乱 接下来呢 再讲一个稍微难一点的 一点透视的构图法 一点透视呢 因为它出现了地面或者是桌面 那我们地面上的物体 桌面上的物体 要完全符合当下这个面的透视 然后每个物体呢 我们能看到的是两个面 第一个就是这个竖着的侧面 第二个就是顶上的 因为我们的摄像机的位置比它高嘛 顶面呢 我们也能看得到 然后背景就是竖着的这个面啊 就是跟我们的视线垂直的这个面呢 它是无透视的 完全是无透视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一点透视的 这个法则呢 就只有一个面是需要去画一点透视的 比那个传统意义 美术里面的一点透视还要简单一些 那除了室内可以用这样的画法 室外呢 也是基本遵循这样的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啊 如果说你要画这个草地上的这种野餐 铺在地面上的这个布 而且呢 这个布又不是说特别遵循于我们一点透视的 那个网格线的话 它是有一点倾斜的啊 然后咱们想要找准这个透视 也是需要你先在纸上去画一个你想要铺的角度 然后也可以往这块布上去加盘子啊 或者是加任何你想摆放物体的底部形状 然后呢 咱们倾斜用手机去拍一张照片 以你的视角 就是我们自己找定一个倾斜的视角啊 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倾斜的角度 去把它拍出来 然后再画到自己的画面当中 如果有的同学对这个透视拿捏的不好 然后乱画的话 就可能会出现 哎 怎么感觉这个布 好像跟这些物体摆放的这个角度不太一样啊 会出现很奇怪很难受的感觉啊 或者是比较直接的办法呢 就是直接描这个图 就人家画出来的看上去比较舒服的这个布 那我们就直接描出来呗 描描这个图 然后给它换一换大小 换一换方向 然后换一换 我说的方向不是说旋转啊 就是左右左右对调 然后呢 换一换这个盘子里面的内容 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还是提醒大家一句 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 我们宁愿不处理啊 因为大家现在的时间非常的紧急 就进行到现在这一周 想必已经发现了 越容易陷入纠结的同学 画出来的东西 是比较奇奇怪怪的 还不好意思往外发 但是如果说你每一步都按照咱们课程里面的要求 去操作的话 多去借鉴 然后以最简单 最适合自己的形式去刻画 反而我们的画面还不会差到哪里去 因为我们已经扬长臂短了 大家现在纠结的这些问题 真的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然后我们进阶课 就是等我们三个月过后 你有的是时间去纠结 有的是时间去练习 但是我们当下呢 是需要大家拿出百分之百的精力 去冲刺我们自己的这个作品集的 然后我们作品集 就是我们自己的门面 我们的简历 我们要拿给甲方去看的 去争取下来这些单子的一个小简历 所以呢 我们一定不要让这个作品集里面出现问题 如果说哪里哪一些部分 你觉得你hold不住啊 你觉得你完全把控不了的话 咱们就选择更简单的这几种形式去进行绘制 希望大家完全理解啊 再就是说一下咱们这个草地的地面 不管是草地啊 还是你画的一个呃什么平地 大地大马路也好啊 就这个地面这个地平线呢 建议大家在尽量画到画面的这个从底部三分之一左右 就你不要直接从中间蓝一半这样去砍 其实蓝一半去砍没有那么的好看啊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三分之一左右 呃会涉及到一个黄金分割 这个就到后面再讲 但是现在呢需要大家先记住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呃 一三四它都是放在了三分之一线左右的位置 如果说你想画那种超级大幅式的话 咱们把这个地面线画到三分之二处啊 上面是天空 底下呢是这个三分之二也是可以的 但是最好不要这个整个画面啊 一半蓝腰切 切的切出来的话是会有点丑啊 然后呢呃我们因为地面比较靠下 我们主体物主体形象 其实也是在这个整个画面的重心偏下的啊 所以呢就正好可以给我们的标题留出位置 接下来再说一说后面的背景 除了山啊树啊云啊天啊 这些东西可以画之外 咱们其实也可以去画高楼大厦啊 画一些建筑元素也是完全可以的 虽然咱们这个画面呢叫它做一点透视构图法 但是实际上它跟我们真正绘画基础里面的一点透视 还是略有不同的 我们这个是更精简最简单的一点透视 因为我们画面当中只有桌面和或者是地面呢 这一个面去需要考虑透视 后面这个竖像的面呢我们是不需要去考虑透视的 那透视比较好的同学就可以试一试这样的画法 然后也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一点透视的构图和无透视的构图给弄混掉 还是刚刚说的啊一直在强调的 我们一个模板就直接套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去混搭啊混搭混搭可能就会出问题 那我们这节课就先到这儿再见